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是哪里人 福建的 但是还是挺喜欢吃重庆那边的辣口 重庆那边 那同学当初是如何得知的亚洲人才研究所呢 一开始是帮我辅导留学材料的老师介绍过来的 然后我就我的试一试的探索过来了 然后我们知道这边其实有那种一对一的课嘛 然后我这个人比较的不自觉吧 然后就看看能不能通过这种一对一的课程 帮助自己完成进学的目标 所以就来到了这里吧 来看了一下这个亚洲人才研究所当时有没有试听啊 对一开始会有一个有一节课的试听 然后看是如何教学的嘛 然后整体感觉下来还不错 所以最后跟父母也商量了一下 就决定在这好好学 然后看看能不能尽量往好的学校考 最后也就成功了 恭喜 那就是说最终还是决定在这边学 做了这个决定的关键理由是什么呢 一个就是像我刚才说的我人比较不自觉 然后一对一的课的话 可以让老师在这一节课的时间里专注于你 让你不会像大课一样的开小差 然后可以把这两个老师的学习效率提到最高 还有个就是说这边的师资也是听这个曹老师说的嘛 都是一些博士来进行一个一对一的指导 所以跟其他学校来比的话 师资这一块这边确实会好一点 所以最后也就来这里 哦 那就是一对一的这种课程形式 还有就是师资力量 这两点你会觉得在选熟的时候是比较重要的 对 因为想往好的学校考虑 需要这些 对我来说需要这些东西 嗯 嗯 好的 那平时学习的时候 经历主要是放在了哪些方面 那个 主要还是日语嘛 虽然自己考过了N1 但是总归还是跟 在交流这方面的话 还是有一定的困难嘛 然后 因为在这边考试的话 肯定是要用日语进行交流的嘛 如果你连日语都不能好好 用日语都不能把自己的想法好好表达出来的话 我觉得 考试还是有一定难度 然后其次的话就是专业知识嘛 毕竟 它也算是 相当于国内来说的研究生嘛 所以专业知识这一块也需要 好好的学嘛 然后最关键的还是要用日语去表达出来 所以这两块还是挺关键的 卓同学这次考的是MBA课程 那之前是有工作的经历吗 来日本 从毕业到来日本之间有一个 将近七八个月的时间是有在工作的 然后也是因为感觉自己工作之后 大学里的东西又用不上 所以就想着 帮我一下MBA吧 看看经营管理去拍的东西怎么去学 然后到后来怎么去用 就是感觉 同学认为合格这个青山学院大学的大学院 有哪些方面的重要原因 然后呢在很多的原因里面 亚洲人才研究所为同学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这个学校因为跟其他学校有点不同 是只有面试的 所以面试这一块的成绩就特别的重要 然后就是刚刚说的 你需要用日语很好的把自己的入学理由 等一些的东西要告诉老师 老师才通过这个决定 你到底适不适合进入他这个学校 在他这个学院学习 然后考试之前的话也是 这边这个亚洲人人才研究所也会 针对每个学校嘛 对你进行一个比如说面试的技巧啊 然后如何回答做一个训练 这些其实都还是帮助很大的 那卓同学等硕士毕业以后 是打算继续读博呢 还是就职呢 目前来说 我觉得还是读完以后开始工作吧 不过没有在计划之内 不过两年以后的事情谁也不知道吧 对对 大学人才研究所的话 对我们学员会有一个免费的就职辅导 这个环节 同学知道吗 这个还是第一次听说 因为当时只考虑了进学的事情 就职还没考虑过吧 那如果大概两年后 同学还是坚持就职的话 是想要利用这一项服务吗 那当然有办法能让我更轻松的就职的话 还是会去利用一下吧 也就到最后了 就是能不能给正在准备来日本 或者正在卫生学感到迷茫的一些学弟学妹们 一些建议呢 日本是一个可以实现自己梦想的地方吧 虽然听着很鸡汤 但是确实每年也有很多在国内的三本 然后来这里考上名牌大学 所以准备来日本的同学 如果下定决心的话 这边还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 然后对于那些还在准备考试的同学 其实就现在回想起来 考上也是一个挺顺其自然的过程吧 只要自己努力了 相信一定可以考上的 谁都会有遗忘的时刻 但是忙起来就不会那么迷了 然后你就考上了 所以就继续加油的话 肯定还是有希望的就这些 那我们今天呢 也非常感谢卓同学能够 盛出这么宝贵的时间 接受我们熟的采访 那也祝卓同学今后的路越走越顺 谢谢谢谢谢谢 不感谢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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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